水浸霞当时表示谈到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他明确地表示生活上没想太多 有的时候回家就想要好好地睡一觉 等到有一天退休了之后呢 希望能够和丈夫一起去各个地方旅游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套舒适的房子 100平米就可以了 平常一点觉得就可以 水浸霞此言一出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大家都纷纷对此探讨说 为什么水浸霞连100平米的房子都住不上 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在内的 首先水浸霞并不是上海人 他是江苏延城人 他出生在江苏延城赋宁县东沟镇 后来来到上海队踢球 然后又在上海定居 值得一提的是 在水浸霞带领中国女足夺冠之后 他家乡赋宁的住宅所在小区 以及他在上海居住的长寿路街道 都在公告板上晒出了贺电 表示祝贺业主水浸霞率领 中国女足勇夺亚洲杯冠军 为国争光 必须要指出的是 水浸霞所居住的这个长寿路 一旦处在上海的核心地带 这个位置的二手房价 是在10万左右一平米 也就是说 80平的房子要卖到800万以上 所以想要换到一套100平的房子 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容易 花费的比较多 而相对来讲呢 老女足的那一波队员 在收入上并不是特别的丰厚 没有赶上最近这一波 男女足队员所想收到的红利 因此 水浸霞想要换一套100平以上的房子 保底需要1000万以上的房款 水浸霞说出这番话以后 更让中国男足无敌自容 因为在过去这几年 中国男足想收到的红利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一些U23的所谓的精英球员 赶上了红利 曾经连签字费都能够拿到2000万 3000万 甚至5000万 可以轻轻松松地在上海北京 以及广州 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买下两房将警房等等 拥有别墅的更是不在少数 水平不怎么样的 前国足队员赵明健 前不久赛出的两层豪宅 就相当亮瞎眼 引发了网友的一片痛骂